好,这个去年918震灾造成高流大桥以及轮天大桥倒塌 中断了当地的交通 那么花莲县政府是做了临时变道 提供了紧急抢灾 消防、救护以及民众通行来使用 而高流大桥变道即将会在1月18号来通车 那么县长徐政卫以及县政府的团队 更在通车前进行会砍 去年918地震造成高流大桥以及轮天大桥倒塌 中断当地的交通 花莲县政府施作临时变道 提供紧急抢灾、消防、救护以及民众通行使用 高流大桥变道即将在1月18号通车 县长徐政卫以及县府团队更在通车前进行会砍 今天和我们整个公布单位还有市公布单位 提供经济工作到我们县地来 对还有要调整整整整整整加加强的一些反光机的部分 来县地再加强 希望我们在未来使用者的这个 大家都能够有一条安全使用的变道 变道桥踩日间通行 夜间台风大雨则是禁止通行 并且超过15公顿以上大型车是禁止通行 请用路人务必留意通行的时间 高流大桥变道由县府协助施作 后续是由玉里政公所负责安全管制以及设施管理 因为这条变桥的垮距确实太长了 那尤其有很多的这一些农业设施的农业机具 从他们经过的时候 总是要注意它的安全 那今天完成这个查验没有问题之后 后续的这个管养就会变成是玉里政公所 我想公所的同仁也会崩起神经 然后努力还做好这些平时维护 跟民众这些疏导的这些工作 高流大桥的临时变道终于要通车了 许正卫在建设处副处长张志豪 以及玉里政长龚文俊的陪同下 前往了高流大桥变道视察通行前的失作状况 来因应农历过年前返乡以及绿油的车潮 记者高双双玉里政采访报道